今天跟大家分享五种天生富贵的面相 第一个是耳高于眉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智力 早年的运势和福气 尤其是14岁以前的运势 如果是一个人的耳朵位置长得比较高 我们说肾开窍于耳 耳朵位置高的人 一般的智商比较高 振气充足 这种人大多数的头脑非常的聪明 学运特别的好 从小家庭环境也不错 生活非常的顺利 聪明比较早 年少成名 这种人也还非常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和优点 做一些事情 能够不断的突破自己 很有理想和追求 年纪轻轻的便取得不错的成绩 出身还是不错 而且人生起点比较高 不过这种人有一些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 容易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在事业和生活当中容易吃亏 这是有利也有弊 有的时候点得过于聪明 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当然也要结合面相的其他部位 总可去分析 第二是额头宽阔饱满 额头代表一个人的头脑智慧 早年的运势 贵人运等等 家庭出身都可以从额头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额头脑的宽阔饱满的话 大多数的头脑非常的聪明 考虑问题非常的全面 目光非常的长远 而且英雄开阔 为人处事方面很有气度 包括思考力 判断力和决断力都非常的强 人缘也不错 贵人运旺盛 如果再加上眉毛 非常的顺滑 纠缠顺滑的话 那么更是如此 贵人运非常不错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能够获得良好的名声和事业 那么身边的机会 想当然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25岁左右 这个阶段容易获得成功 这也是一种 出成绩比较早 再加上如果是眉毛位置高的话 更是如此 第三个是眉目清秀 眉毛代表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眼睛代表一个人的智慧的心态 如果是眉毛清秀 眼神明亮有神的话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非常的聪明 头脑充满智慧 内心善良 待人宽厚 包容心比较强 每逢遇到困难 不逃避不退缩 总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并且能够从失败当中 总结经验教训 而且心态非常的乐观积极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我们说这个面向五分 看眉眼 这个眉目清秀的人 一般一生好运不断 事业上能够获得成功 这是这个眉眼 第四个是双拳有力 这个拳骨在相学当中 也是拳力之骨 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 进取心 事业心 如果是拳骨部位 长得饱满有肉 看上去比较浑厚有力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 思想方面非常的成熟稳重 而且很有想法和能力 将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会为之努力 有着出色的领导力 而且如勇有谋 意志力非常的坚定 只要处理好跟周围人的关系 一生财运非常的亨通 到了四十岁往后 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是拳力之骨 那么第六个是地格饱满 地格也是下巴 在相学当中代表一个人 为人处事的态度 积蓄钱财的能力 晚年的福气 如果是一个人下巴长得饱满开阔的话 代表财库丰隆 这种人一般的败运极好 晚年运势也非常不错 蓄财的能力非常的强 晚年财库丰隆 而且定格温厚大方 做事认真负责 人缘非常的好 也懂得关心人 懂得为他人着想 身边的朋友也比较多 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出手相助 所以贵人运也不错 帮他渡过难关 一生富贵 晚景无忧 这是五种富贵之面向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上方咨询 或者是关注本频道 那么会长期分享相学方面的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